美东时间周三上午9点 全球几大央行行长齐聚葡萄牙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 和日本央行行长直天河南 分别发表讲话 各国央行领袖都认为 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 以抑制高通胀 并仍然相信 可以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实现这一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保留了美国连续加息的可能性 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 需要进一步放缓 以减轻物价压力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对欧洲经济也持同样观点 并预计欧元区将在7月份 连续第9次加息 而英国是目前通胀率 最高的发达国家 采取一切措施来降低物价 已是当务之急 预计今年年底 英国利率或从目前的5% 提高到6.25% 而已直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的 日本也将转向 虽然目前的日本总体通胀率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低不少 但仍高于3% 日本央行行长直天河南表示 日本可能会放弃 坚持近10年之久的零利率政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林一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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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拍摄